童年的你是否也曾幻想过 坐上泡泡去环球旅行 挣脱重力束缚 只等一阵午后的风 青春是什么 小王子说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 但只有少数人记得 远方在哪里 奥登写下更离奇的今天 河流 冰川 木碗 让自然的都归于自然 让该发生的一切发生 关于旅行 抵达终点从来不是目的 青春环游 是长大成人的自己 远 儿时的梦 我们下期的年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王子 基地